雞有雞味,魚有魚味,牛有牛味,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又來開餐了 大家好,我是阿肥 我是阿肥 今天我們又來吃打火鍋放器 今次選擇位於屯門市中心的點滾鮮 我們為什麼會選擇這間食物? 因為我之前看到它有很多優惠 還有點心和火鍋放器 打火鍋又要吃點心放器 最重要這個優惠 4人和1人免費 事不宜遲 開始看我們吃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一出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一起吃飯 今天我們有三個套餐 A、B、C套餐 我們當然要吃最貴 C餐 沒錯 我們可以試吃A、B的食物 我們可以看看C餐 值不值得點 不一樣 要C餐和B餐才能吃到點心 而C餐會比B餐多幾款不同的點心 不過我們先吃蝦餃燒賣 因為蝦餃燒賣 B餐都可以叫 對 這裡燒賣多肉的有蝦 還有夠熱的 肉裡面不會太乾身 有種濕潤 蝦餃皮很厚 雖然蝦餃也不錯 鴨魚可以吃 鴨魚可以吃 另一個小食就是這個 吃瓜條 新鮮帶出來 挺好吃的 甜甜的 是時候打火鍋了 一會兒還有其他點心 不過要先吃火鍋配料 外面有些火鍋配料醬 因為是台式火鍋 有些是台式火鍋鮮油的醬 紅蔥的醬油 是嗎 我現在先吃海鮮 有些蝦和線貝 你吃蝦 我等了很久 就是和牛 這是什麼和牛 這個和牛 是我們私餐煎油的 太久了 老了 但牛味是重的 我先吃蝦 蝦來說 蝦也算爽口 還有蝦頭有少少蝦糕 我覺得這裏挺神奇的 因為打火鍋會先放和牛 這裏不是放和牛 放什麼 放豬肉丸和牛肉球 是綠來吃的 我這裏就是豬肉丸 我這裏是牛肉球 這裏是豬肉丸 這裏是什麼 獅子頭 牛肉球 其實牛肉是等於 平時的佔心的牛肉球 不如我們吃其他佔心 有一樣東西我想吃很久 亦都是因為 這裏是因為 所以我特意要吃私餐 就是這裏 因為它有這個 阿肥真的很怕熱 就是這個牛排熱 我想吃的金錢 我就吃我喜歡吃的牛排熱 看看牛排熱會不會很韌 可以再軟一點 我覺得是 有點韌 對 好 試一下這個 菜苗餃 還有點心很夠熱 菜苗餃的皮 相對蝦頭有一點薄 而且裡面的菜苗都挺新鮮 挺好吃 我另外也試一個 它是蕃茄上湯鮮竹丸 就是台式的食物 台式的香腸 炸得比較硬 一點 這個蕃茄上湯鮮竹丸 用蕃茄挺有創意 不過我覺得它偏甜了一點 而且它的鮮竹丸是素食的 全部都是菜 很美味 不如你試吃吃吃火鍋的食物 好 試一下牛舌心 這個牛舌心好像便宜的套餐都有 對 這牛舌心很韌 我試一下安格斯特級牛肉 我記得是私餐才有 我覺得它脂肪不夠多 它是很薄的 它是很薄的 它這裡的牛肉 會慢慢的 可能會不會太老 另外這裡也有蜜魚畫 和蝦畫 這個是什麼餃 這個是韭菜餃 試一下 其實個人來說我喜歡吃的麥魚畫 可能有人覺得多粉 但我覺得挺大咬 韭菜餃皮比較厚 韭菜味也不是很重 如果喜歡吃韭菜餃 應該不會喜歡沒有韭菜味的餃 試一下小食 外面有兩款食物 另外有腦肉飯 腦肉飯應該是試不到 試一下小食 先試牛筋 紅燒牛筋 好軟 是嗎 好軟 絕對可以比得上 台灣牛肉麵 牛筋麵 紅燒牛筋麵 是很硬的 好 試一下豬手 我看到豬手的樣子挺好的 對 很多角魚 好軟 試一下這個 就算最便宜的一餐 都會有的肉 即是什麼肉 即是牛五花 好 脂肪比例是比較重 即是肥牛 挺肥的 肥牛 我實在說 有牛味 好 試一下這個 好美的 這是什麼 紫醉甘味 紫醉甘味流沙包 試一下 我本身以為是黑色的 試一下這個 潮州粉果 它裏面的餡 它不是流出來的那種 但吃下去是沙沙的那種奶 黃沙的那種 因為潮州粉果 皮厚了一點 但裏面的餡料很正宗 裡面是沙角 很爽 好 我試一下這個大涼 大涼炸鮮奶 炸皮不算是很厚的 鮮奶本身有鮮奶的味道 也不算是太甜 OK的 通常吃完大涼炸之後 我會怕它會很甜 是 嘩 那些港式的紅酒 真的超棒的 看起來很入味 我吃那個排骨 它的肉味不算差 至少沒有冰鮮的味道 而且也挺大 我喜歡這個紅酒 很軟 很入味 很辣 我想說 其實這間店 我平時下午 是吃點心的 只不過晚上 我看到它在暑假 是 點一些 夜晚的火鍋 另外再加 點心放題 就吃一下薯膏 好嗎 因為這裡每人人 人頭計 就會送一個黑羹大薯膏 這裡有 焦糖醬餅 草莓、草莓、草莓、蕉莓 甜品 好像沒有甜品 當然不是 原來外面有個地方 可以拌一些糖 可以吃 然後有紫米露 不過這個紫米露 相對比較稠 我試一下 很稠 但是這個紫米露 很濃 我們點這個C餐 都會有一個 是莫果糯米茄 叫的 糯米茄 我覺得是 舊式酒樓的糯米茄 它是用椰絲包 我們都說一下 做一個總結 那幾錢 我們有優惠 就是賣四送一 而我們就選了一個C餐 總共是1183元 大約每月296元 300元有 可以吃火鍋 吃和牛 再吃點心 再喝飲料 再喝飲料 再吃雪糕 再喝汗水 還可以 120分鐘 對 120分鐘 其實都算是充足 而且食物是點心的 很快 不會拌回你一頭半 才喝飲料 所以這個食物是賺的 不如我們給我推介指數 阿肥 推介指數 3分 我扣分了原因 第一分 扣分了原因 我覺得牛的質素很一般 另外一個飲料 比較少選擇 我記得它以前是沒有點心 如果以這個價錢是沒有點心 我覺得就很一般 而且它的Apps比較五眼 攪拌很久才能攪拌 但我都認同你的 我覺得肉類就一般般 OK 今集影片差不多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正所謂食物質素可適 甚至可以突然毫無質素可疑 所以大家繼續贏回自己的 承受封印養人權 你是不是沒有吃 今集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還想看更多 火鍋放尼的影片 記得贊同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隔壁的鈴鐺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和WhatsApp 所有的鈴鐺放在下面 我們逢星期二晚上10時 準時開餐 我們每個月都會做至少一次直播 想知道什麼時候 記得留意我們的動態 我們下一頓再見 拜拜